第一次在缅甸切手镯 一块乌鸡带绿的料子 这边是相当的漂亮 这条色带子一条过去 然后还有这边 这一包的色是相当漂亮的 这一面它是飘乌鸡 切开了 切开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是有裂的 那么目前来看 这个手镯是不太稳的 这两个会稍微稳一点 我个人觉得这边的花色会更漂亮 它的乌鸡更黑 看看这边再看看这面 是不是这一面更漂亮 而且它黑的地方 种水比这边要好 现在就是说这个地方有条裂 看到没有 从这边对穿的 这里过来 我们就先一刀把这条裂给它切掉 两边的手镯 我个人觉得这边是更漂亮的 那么这条裂切掉以后 如果它的侧面还是这么漂亮 那我们就是这么去下片 那如果切出来情况没有这边好 那我们还是沿着原有的这个面 这么去下片 那一片就不用先切了 直接油鸡就好了 这个太厚了 三公分 你先切的话时间又长又贵 没必要 然后就把这边的裂切掉 切掉之后拿水锯推到怎么推掉 有水锯薄片推 对啊 然后到时候好好画一下 你看能不能把这个色挂上去 是不是 这个色挂上去 这个色挂上去 切完套一个出来看看情况吧 然后发挥果拿去支付箭 箭头呢全部都盘出来了 手镯我们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整整十三条手镯 这六条都是带绿的 这种色带子的 最漂亮的是这一个 就这一抹绿把这个手镯的价格 那就抬起来好几倍了 包括这几个牌子 来有绿有乌鸡 上面还有点白肉 这种做出来就相当漂亮了 就发回去吧 然后呢 该便宜出便宜出 该放福利 放福利 好几个牌子 感谢大家